第176章 时宇vs木灰阴 嗯 面对时宇的询问 木灰阴阴灵点头 他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继续道 那么便开始第二道考验吧 随着木灰阴阴灵划落 沉浸在震惊中的学生们 猛然惊醒 差点忘了考验有两道 一切还没结束 说吧 人们猛然发现 一股寒意生气 刚才热得离谱的祭坛上 忽然凭空浮现风雪 风雪之下 一尊庞大的巨龙身躯 缓缓凝聚 猴 一个高达十多米的 庞然大物出现 眼前这个生物 强壮的身躯 都由冰石组成 颜色冰蓝与身子交织 看上去就寒冷彻骨 不仅是身躯 颈 头颅 肠尾 利爪 尖牙 四只强而有力的角 还有那一对双翼 全部都是冰石质感 鳞片透露着寒冷 有风雪凝聚 冰霜巨龙 看到这个家伙 时宇明显一愣 而那些围观的学生 也都是表情一惊 怎么回事 是怎么召唤出来的 擦 又是冰龙 石宇能召唤冰龙大将军 不会跟冰原室的 冰龙雪山有关吧 于树想到 石宇的虫子 也能召唤冰龙 不由地分析起来 越分析 脸色越黑 他怀疑这里面有黑幕 他怀疑 石宇是IPY的 走的不是正经召唤渠道 眼下 随着气势庞大的 冰霜巨龙出现 身着战甲 面容美丽 清秀绝伦的木灰 阴阴灵 缓缓走向冰霜巨龙 此时 这头出现的冰龙幻影 匍匐下来 伸出巨爪 仿佛再给木灰阴一个攀登 向他身体的阶梯 木灰阴一步一步走上冰龙身躯 这个过程 他剑柄再次燃起太阳般的气焰 一个全新的剑灵浮现 片刻后 冰龙大将军 站立于了冰龙身躯之上 注视着下方同样手持剑灵的食欲 变异冰霜巨龙 高等霸主种族 统领级 战胜我们 用你手中的剑 我给你三次适应的机会 随着木灰阴化落 此刻 就连顶级大师们 嗓子都有些干牙 如果说 刚才众人还对冰龙大将军 这个封号 有些茫然 奇怪 那么现在 看着屹立于冰龙之躯上的木灰阴 所有人只感觉到了一股 强烈的压迫之感 战胜他们 看起来 比第一道考验 难了不止十倍 这头冰龙 明显是古代时 能随便帮助木灰阴烈 杀霸主的超级凶兽啊 竟然还是统领节 石宇这个终极御寿师 哪怕有剑灵辅助 也基本没胜率啊 面对此时状态的木灰阴 就算是大师及御寿师 都不敢说 能稳稳战胜他 毕竟他的名头太响亮了 东皇王朝时期 实地之下最强大将 换算成现在 就是一国守护神 此刻此时 在冰龙大将军的注视下 手持剑灵的石宇 忽然接收到了两个技能信息 是附体于他的剑灵 传递给他的信息 技能 光炎剑 等级 高阶 介绍 火系技能 将火焰力量集中于剑身 凝结成温度极高的光炎剑 顷刻可将所及之物 灼烧得无影无踪 技能 交错之剑 等级 超阶 介绍 火系技能 将火焰力量集中于剑身 可以吸收融合外界力量 该力量与火焰之力越为冲突 对剑之力的增幅越大 接收到剑灵传递的技能信息后 石宇下意识凝聚了一下 所谓的光炎剑 下一刻 剑灵再次变得无比狂暴 无穷火光汇聚于剑身 不仅仅是剑身 还有石宇身躯上 犹如披裹着烈阳般 火光附于身躯和刀刃 这一刻 石宇只感觉手臂无比的沉重 似乎极难驾驭剑灵 根本无法驾驭好他 感受到火焰之力 仿佛要撑爆自己 石宇力量失控般对准冰龙 只能把力量释放出来 哄 无数人看着祭坛上 只感觉眼前的光明 顷刻被夺走 世间仿佛陷入了黑暗 这一刻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仿佛下一秒自己就要沉沦深渊 然后紧接着 杀鸡盎然 白光炸现 一道好似从黑暗中破晓而来的剑光滑过 化为一道恐怖的火焰剑气 当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又一次满头大汗 与此同时 石宇手中剑灵上蹦射的剑光 席卷及其庞大的压迫感 飞向冰龙和木灰阴 这个威力 此时 所有人心脏仿佛被捏了一把 很怀疑此时剑灵的等级 这真是一个超凡级剑灵 配合御寿师能发挥出来的力量吗 哪怕是一剑斩沙铜领级凶兽 也似乎不是不可能吧 高等霸主种族的剑灵 人们根本对此没有什么具体概念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对着光炎剑目露震惊之色的时候 下一秒 他们的表情戛然而止 冰霜巨龙之上 木灰阴阴灵缓缓拔剑 表情平静 下一瞬间 仿佛有一股风压骤气 化为一张无形的大手 轰然就将石羽挥出 这道剑光捏爆 庞大的力量爆发于天际 恐怖的力量宣泄而下 犹如流星火雨 场面虽然浩大 这样就被抵挡了 无数人张大嘴巴 看向冰龙大将军 再给你两次机会 木灰阴对着石羽道 此时 石羽的手掌已经被灼烧的受伤 微微发颤着 不过 作为为了能复制到技能 自残跑去医务室的狠人 石羽还能忍 石羽抬起头 看向了冰龙之上的木灰阴 左手捏着右手 让其不要再颤抖了 这道考验 是可以召唤战宠的吧 意识到木灰阴的用意后 石羽确认道 可 木灰阴点了点头 那就没问题了 得到答复 石羽不再犹豫 召唤起图阵 呼呼呼呼 白色的召唤图阵出现 一只一里出头的小石铁兽 从召唤图阵中睁开眼睛 先是抬头看了一眼 庞大的冰霜巨龙 后是看了一眼剑灵附体的石羽 硬 你染发了 还带了美瞳 石羽看向石羽 能不能也把他白色部分染成黑的 省得训练战斗后 看起来脏兮兮的 石羽 少皮了 有战斗 白毛没了 还怎么做国宝 哦 有战斗 听到石羽这么说 石羽看向冰霜巨龙 和上面手持剑灵的木灰阴 下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压迫感 浑身不由地绷紧起来 又有手撕巨龙的机会了 不过 怎么又是冰露 这时 石羽手放到了他身上 道 放松 这一次 你是辅助 石羽一愣 然后露出委屈的表情 婴 对 歧视形态 石羽傻眼了 还来啊 但 玉兽师的命令 他又不能拒绝 只能乖乖在石羽的命令下 转化为坐骑形态 让石羽能够承起在他身上 这一刻 木灰阴阴灵微微沉默 石羽这是在模仿他吗 只不过这也 看着手持火焰剑灵的石羽 城旗在石铁兽身上 画风完全不大 木灰阴阴灵不知所言 不过很显然 石羽并没模仿他 这个姿态 石羽他们早就尝试过了 继职业考核之后 石铁兽见识 重出江湖 卧槽 石羽打算城旗这玩意 对战兵龙大将军 就很离谱 别小看石铁兽啊 你忘了这只石铁兽 在职业考核的表现了吗 职业考核归职业考核 对面可是高等霸主种族 统领级的兵龙 兵龙大将军的王牌战兽 众人看着祭坛 完全不知道石羽是怎么想的 但是似乎 此时石羽好像也没别的选择了 不过如果他们没记错 石羽应该还有一只 统领级的参宝宝 这只石铁兽 也达到了统领级 此刻 有位侦测天赋的大师 及预寿师看着场地 开口说道 这位导师目光凝重 道 而且 能量级别还不低 他话落 让众人停止了议论 但还是有几个学生 内心觉得有点离谱 尼玛 不仅不凭宝宝到了统领级 主要战虫也到了统领级 虞树等人傻眼了 石羽到底 还是不是终极预寿师啊 尹正凡都没你这么作弊 别告诉他们 那条虫子也统领了 这很正常 别忘了石羽的体魄 和主任陈末后 道 这次之后 众人士头一次发现 石羽的体质 简直比大师及预寿师 还强大 这就非常变态了 合体天赋的预寿师 也没见这么妖孽的 有如此强大的体质 提前契约高等级虫兽 的确不至于被榨干 怪物 人群中 张千一等人低声道 紧接着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石羽身下的小石铁兽 不断变大 变大 眨眼间 身长就来到了十米多 虽然和冰霜巨龙体型 还有一点差距 但是此时祭坛上 两个庞然大物 看起来已经是 同一个量级的姿态了 随着这一幕发生 众人又不由地哑然 石羽站在巨型石铁兽之上 和木灰阴阴灵对峙着 这画面 实在让这些年轻人 有些难以消化 石铁兽骑士 VS冰龙大将军 感觉有哪里不对劲 但又感觉没问题 此时 巨大的祭坛上 祭坛仿佛变成了擂台 冰龙之上 手持火焰剑灵的 木灰阴 站于一侧 石铁兽之上 手持火焰剑灵的 石羽 站于一侧 双方互相对峙 片刻后 石羽深呼吸一口气 十一 硬化 靠光炎剑 是不可能击败眼前的 冰龙大将军的 光炎剑 只是一个让自己 适应剑灵的过渡技能 木灰阴真正想做的 不是胜负之战 这是指导战 是看他能不能 驾驭交错之剑这个技能 此时 石羽逐渐清晰 知道为什么木灰阴 身负火焰天赋 契约兵系宠兽 也能成为 足以抗衡图腾的 超级强者了 这个交错之剑是关键 虽是火系技能 虽要将火焰力量 集中于剑身 但却可以吸收 融合外界力量 并且 该力量与火焰之力 越为冲突 对剑之力的增幅越大 冰霜与火焰 绝对是互相冲突的力量 也就是说 交错之剑 能让这两种力量结合 发挥出一加 一大于二的力量 火焰精 这两股力量 也应该算是 相可交错之力吧 当下 石羽站于十一身上 全身被武装硬化 体质又得到些许增幅 承受起剑灵附体 更加轻松了一些 并且 硬化之力 还覆盖于了 虚幻的剑灵之上 庞大的金之力与火之力 互相在剑身之内 交错起来 互相增幅 石羽第二次尝试起来 驾驭剑灵 而此刻 感受到石羽身上的变化 木灰阴阴灵头一次 流露出特殊的情感 这个预售师 接受能力倒是挺快 请客 石羽感觉自身的负荷 达到了极限 嗡 火焰剑灵之上 这一次弥漫起金色的火焰 无数人看着这一幕 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见石羽第二次抬起剑灵 朝着冰龙和木灰阴的方向 缓缓落去 哄 下一刻 金言化为恐怖的冲击波 仿佛形成一个笼罩半个祭坛的巨大领域一般 如同海啸一般 朝着冰龙方向的木灰阴碾压而去 这一刹那 所有人面色狂变 只感觉有一道恐怖的力量波动爆发而出 是刚才那一击力量的数倍 并且能量潮汐席卷的狂风 还让他们险些在原地站不安稳 哦 交错剑鸭释放而出 石羽跟着熬叫一声 不能亲自战斗 他很不高兴 这个剑灵奶来的 完全把石羽的火而勾走了 以后就叫你火之不高兴吧 而对面 见到这道剑鸭 木灰阴再次抬手 没有用石羽他们那样漫长的凝聚 只是顷刻间 一股白色苍冷的火焰形成的剑鸭 轰然从对面爆发而出 并刹那间 和石羽这边释放的交错之剑 互相挤压到一起 哄 两股庞大的冲击波 直接在半空中形成对峙 挤压 碰撞局面 这一刻 猛烈的强风持续性地吹出 身处战场中央的两只巨兽和御兽师 还能安然无恙 但是站在祭坛不远处的学生们 这一刻完全撑不住了 脸皮都仿佛要被狂风吹吐鲁皮 妈妈妈妈的 石羽你果然是怪物 以后再跟你比我是小狗 虞树开口的时候 喝了一大口风 嘴唇被狂风吹得向后翻 但他目光 仍死死死地盯着祭坛上的碰撞 这个威力 怕不是达到了准军王的门槛 有没有天理了 咔嚓 所有人震撼地看着场地上之间鸭队轰 片刻后 石羽这边 剑鸭领域逐渐被冻结 庞大的冰岩 竟然即将要把石羽这方的金岩冻碎 咔 冰岩的波动还在扩散 让对面手持剑鸣的石羽面色微变 老师 不少学生们看向了大师级导师 此时 这群导师也一脸的凝重 道 这股剑鸭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招式 看似乎是御兽师 宠兽 剑鸣 三方合力制造的 石羽明显的劣势 学生们已经顾不得 这逆天的剑鸭是什么技能了 纷纷看着祭坛之上的后续情况 而此刻 石羽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再想要不要让石羽进入锋芒状态 那样的话 应该可以超越极限的强化交错之间 但是 此 此时 哪怕身体有硬化保护 但石羽的部分皮肤 比如手指之间 还是裂开了缝隙 流出血液 眼下他的身体 就已经达到极限了 如果爆发出更强的力量 他这个玉兽师本人 也绝对会遭遇重伤的 怕个球 片刻后 感受着剑鸭领域即将崩溃 石羽一咬牙 做出了决定 不就是附和大典吗 石铁兽骑士永不认输 石羽 锋芒爆发 参宝宝 记得救我 我相信你 哦 石羽犹豫之下 继续选择了听令 你相信参宝宝 就不相信我呗 放心 我会控制好力量的 石羽咆哮下 石羽持剑看着对面 木灰英也持剑 看着石羽这边 相比石羽的艰难 他还显得非常从容 从始至终 他都是只拿出略高于石羽的力量 去考验石羽的 眼下 石羽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不过 还是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虽然谈不上软弱 但石羽始终没爆发出剑的锋芒 出手太稳了 潜力尚未被完全激发 出身于那个战乱年代 他对继承者要求较高 过于追求安稳的继承者 很难达到巅峰 不是他想要的 木灰英再次加大力量 尝试让石羽放弃 或者逼出石羽更多的潜能 下一刻 在木灰英的注视下 石羽身下的庞大石铁兽 忽然抬起头 冲着他们大吼一声 哄 这一刻 在木灰英英灵的皱眉注视下 石铁兽全身爆发出 净化锋芒之光 伴随光芒 石羽体型持续增大 顷刻间 变得越来越接近冰霜巨龙 绝大多数学生 此时直接一愣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下一刻 伴随光芒消散 石羽的锋芒形态 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 黑与白交织的巨大铠甲 覆盖全身的武装硬化 盔甲下蓝色 宛如雷电的瞳孔 金属制的铠甲间 霸气的蓝色雷霆 还流淌萦绕着 与此同时 石羽体内 那在充电室积累的 庞大雷电之力 远超自身极限的庞大雷霆 疯狂运转起来 哦 石羽 看向冰霜巨龙 雷电之力 顺着硬化物质 开始流淌到剑灵之上 经由石羽自己的身躯 经过了石羽的身躯 暴虐的雷电之力 让石羽身体近乎崩溃 哪怕石羽身批平雷性质的硬化 哪怕也被剑灵强化了体魄 此时也能清晰感受到 身体超越负荷后 承受的压力 但 这一切是换来 更强力量的必要过程 哄 更为庞大的雷电之力 取代金之力 和火焰力量缠绕在了一起 同为最暴虐的力量 雷电与火焰之间 产生了更奇妙的能量反应 石羽身上 和剑灵之上的气焰 猛然增大 向上蔓延十几米高 顷刻间 天际烈焰漫天 电光弥漫 导致石羽 石羽身上都有蓝色电流萦绕 深红烈焰流淌 这一刻 所有御寿师 露出震撼的表情 不可思议 看着忽然变化的石铁兽和石羽 那 那 那那是 于竖嘴皮颤动 瞪大眼睛 亡灵 寒动 苗东东等人 再次受到刺激 石铁兽进化型 九黎战兽 内敛风芒 李主任破口出 石羽的石铁兽 已经完成了进化 这一刻 所有参加了古都职业考核 对于石铁兽 九黎战兽进化链 了解得非常清楚的御寿师们 看见眼前十一身上的变化 猛然张大嘴巴 卧槽 石羽你这逼 职业考核后 到底变强了多少 新增了多少底牌 大家真的是同期考生吗 哼 锋芒爆发后 石铁犹如其名 变得更加像是战兽了 浑身铠甲的他 和全身硬化武装的石羽 这一刻的画风 也越来越变得像真正的战士 战兽之上 石羽感觉肌肉都要炸开间 不由得再次用力捏紧剑柄 看到这一幕 感受到九黎战兽 此时瞬间爆发出来的 接近冰霜巨龙的力量 木灰映入出惊讶的表情 砰 这一刻 被冰炎冻结的金焰剑压 彻底崩溃 漫天冰炎剑压压制而来 但是转瞬之间 石羽这方 一股更为庞大的雷炎剑压碾压而去 顷刻间 力量局势瞬间扭转 恐怖的雷炎剑压 神速一般吞噬了对面的力量 向着冰霜巨龙 和木灰殷殷灵吞噬而去 而面对这一击 木灰殷殷殷没有再出手 任由雷炎剑压 将他们的幻影吞噬 算了 到此为止吧 再继续下去 他们的身体该承受不住了 木灰殷殷殷灵放弃抵抗 期待其眼前身处 和平年代的年轻玉兽师 有一天经历战争的洗礼后 能成长到什么地步 好 雷炎剑压中 冰龙模糊的身影 发出咆哮 时间仿佛凝固 在所有人震撼的表情下 冰龙虚影和木灰殷殷殷的虚影 顷刻被吞噬 仿佛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 而此时 和石羽附体的剑灵 也直接消失不见 石羽也恢复了正常的模样 转而 无数光源凝聚下 天空中 出现了一颗红色的光球 所有人呆愣愣地 看着巨大九离战兽上的石羽 以及天空中的红色浑种 光球缓缓落向石羽的掌心 而此时石羽模糊的视线 意识中 它更像颗神洞 要变天了 见状 徐教官表情凝重地说了一句 高等霸主种族的宠兽 那是资源堆垢 必然可以成长到霸主级巅峰的存在 何况 这还是能抗衡图腾的兵龙大将军的英灵 也就是说 这个英灵的成长上限 很可能是图腾级 也就是守护神级 守护神级 这是各国的巅峰战力 一个守护神潜力的英灵认主 这绝对会在国际范围内掀起滔天巨浪 第177章 小剑林诞生 英灵遗迹外 一片寂静 在众学生震撼的目光下 石羽缓缓从巨兽体型缩小 并且恢复为内敛形态 此时 看着变化的十一 俞树等人 心情十分复杂 原本以为社团考核时的表现 就是石羽的极限 原本以为 他的王牌短暂更替为了餐宝宝 但却没想到 人家石羽参加社团考核 根本就是参加着玩的 王牌根本从史之中没有派出 单纯靠一只新宠 就把他们三观阵的无比破碎 不比了还不行吗 从生存试炼开始 经过无数次打击后 俞树彻底从心了 哪怕有着天赋优势 他也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比了 高等霸主种族的剑灵啊 这几乎代表着 石羽必成传奇 这家伙 得到冰龙大将军 英灵认可 简直运气好到爆炸 但是 俞树此时却又嫉妒不起来 因为 就算给他机会 他好像也通不过 刚才石羽经历的考验 石羽不仅宠兽强的离谱 自己也强的离谱 甚至 石羽召唤出冰龙大将军英灵 俞树都怀疑 石羽是自己一手策划的 两人的对话 大家是听见了的 双方明显认识 共同的宠兽 冰龙 石羽 石羽 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 正看见了祭坛上 一只石铁兽 仍然四脚着地 而石羽 则不是骑在他身上了 而是像弓形挂剑一样 挂在了石羽的后背上 闭着眼 反正不像是清醒的样子 一 石铁兽身上 除了石羽外 还有一个参宝宝 诊断着石羽的情况 片刻后 参宝宝得出结论 石羽身子太虚了 睡过去了而已 他凝聚了一根营养物 虚 掰开石羽的嘴 让他先含着后 就觉得差不多了 至于石羽的伤 早在刚才一瞬间 就被石铁兽和参宝宝 用高速 愈合治疗的 一点也看不出来什么 他怎么了 此刻 李主任等人 心慌地跑上祭坛 看着倒着的石羽 身体狂颤 石羽现在可不能出什么事啊 鹰 ZZZZ 十一闭上眼 假装打了个呼噜 算是通过扮演法 告诉了这群人石羽情况 睡觉呢 小点伤 众人 魂种已经融入他的身体了吧 和主任看向石羽身边 应该是了 徐教官点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孵化出来 鹰灵魂种 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 除了他认主的人外 外人根本无法孵化 契约 基本就相当于行程后 就绑定了某个玉兽师 他会融入玉兽师身体 近代孵化 孵化后哪怕不弃约 也会如同守护灵一样 一直守护于兽师本人 所以 鹰灵和其他宠兽 有很大的不同 他很难被觊觎 外人就算得到 没有得到鹰灵的认可 双方也会产生排斥 刚才 众人士清楚看到 慕徽英将军的鹰灵和剑灵 一起化为光芒凝聚成魂种 然后落入石羽手上的 这代表着 冰龙大将军 已经认可石羽 李主任 带他们去休息吧 接下来 这边要封锁一下 鹰灵祭坛了 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徐教官看向下方的人群 是啊 和主任点了点头 得让今天在场所有人 签下保密协议才可以 石羽得到慕徽英英灵的事情 不能暴露 慕徽英是当年 东皇王朝实地麾下第一人 肯定是参加过 第一次图腾之战的 这位 是确确实实和图腾异族 有着血海深仇的人物 说不定 还有许多和慕徽英本人 有仇的图腾异族 存活至今 如果慕徽英的战绩是真的 那么他这个名字 带来的仇恨度 绝对不会小 图腾异族 对于那些战争英雄后代的报复 从未停止过 东皇谷国内 谁也无法确定 隐藏没隐藏着图腾异族 安插在内的卧底 至少 图腾区的人族那边 东皇国肯定是有安插卧底的 那么国内这边 也必然不会少图腾异族的眼线 在石宇没有彻底成长起来之前 还是封锁关于慕徽英的消息比较好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石宇就是契约了一个普通的剑陵 哪来的兵龙大将军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啥都不知道 先封锁消息 李主任点头 剩下的 交给十一局内部去处理吧 石宇 十一局成员 果然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刚来阴陵一计 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不知道通知校长后 老校长会不会下晕过去 石宇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中 石宇好像梦见自己 变成了一只红色的麻雀 然后经过火焰的灼烧后 脱胎换骨 变成了浴火重生后的凤凰一般 呼 许久后 石宇猛地惊醒 他快速从床上起身 然后看向四周 是一个环境还不错的衣物室 旁边 石宇和餐宝宝 正在拿着手机 不知道在看什么 发现石宇醒来后 他们快速转过头 哦哦哦 石宇兴奋地挥起手 一压 残宝宝也很兴奋 他们发现 重重写的白日梦小日记了 石宇 石宇伸出手 看向手心 下一刻 一颗红色的光球 也就是剑林的魂种 缓缓从石宇手心漂浮上来 看着魂种 石宇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当时最后一击 他的意识和视线 近乎模糊了 不过还是可以看到 最终木灰英将军 也融入这里面 所以说 木灰英的英灵 就这么消失了吗 当时 木灰英的英灵的确说过 最终自己会彻底消散 化为魂种 形成全新的死灵生命体 不过 到了这步 石宇突然感觉有点遗憾 木灰英的本体 在镇压冰河图腾后去世了 现在英灵也化为了魂种 可惜了 石宇还有许多想问 冰龙大将军的事情 比起魂种 他更想从对方那里知道 关于东皇王朝早期的事情 尤其是石帝的事情 不过 此时还有一件事 让石宇非常在意 那就是木灰英的血脉和绅士 他究竟是什么种族和人族的混血 从开始到现在 石宇抓到了两个点 一 太阳 剑灵的火焰 给他的感觉 和太阳之火非常相近 二 凤凰 如果刚才的梦 和这个魂种有关的话 木灰英 好像是有意无意在逼迫他 借助剑灵之力 超越附和去战斗 而战斗后 石宇现在恢复过来后 明显可以感觉到 自己并没有多少负面影响 反而 现在自己各方面的状态 要强于剑灵附体之前 刚才那种火焰包裹的状态 就仿佛让他浴火重生一般 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后 更完美的躯体得以诞生 体质 精神 灵魂 甚至是御寿空间的强度 几乎是全方位的增幅 太阳 凤凰 石宇茫然了 他现在对木婚姻的身世 更加好奇了 这样离谱 足以接近神话的血脉 是怎么诞生在人类身上的 石宇不能不好奇啊 因为建立第三代巅峰东皇王朝的女帝 好像也是凤凰血脉 属于混血 一次还能是巧合 但是历史上两次出现这样的混血 还都成为了大人物 是巧合的概率 就小了许多了 看来 得去详细问问小母龙才行 石宇敌过 没准他能知道些什么 另外 此时石宇还有一个新的发现 英灵化为混种后 似乎已经被认定为了特殊生命题 石宇的图鉴 已经可以看到他的资料了 名称 混种 属性 死灵 火 种族等级 成长等级 未觉醒 能量值 100 好家伙 石宇直呼好家伙 这让他说什么好呢 只觉得比青棉虫的碱 还离谱 这相当于幼灵还没出生 还是蛋的形态 就被检测出来了 而且能量值还不低 玩爆觉醒时机的正常青棉虫 硬 一 此时 见到石宇一直盯着混种 石宇和参宝宝也看向了混种 询问起来 这个光球 是不是之前那个大姐姐啊 呃 石宇点头 道 算是吧 但又不全是 不过 不管是不是 到时候的小剑林 应该是母的吧 石宇 虫虫 参宝宝 石宇感觉身边 也的确该来了雌性虫兽 中和中胡了 石宇看着光球 感知了下自己目前状态 他思索一下 随之打算 现在就唤醒混种 他也知道英灵的特殊性 英灵中程度十分高 就算没有契约 双方也能心灵互通 前提 是玉兽试用自己的力量 去孵化他 石宇手持光球 缓缓陷入冥想状态 然而 石宇刚进入冥想 想去孵化混种 就立刻被醒来的虫虫打断 你干嘛 石宇见虫虫不好好睡觉 等待进化 又想跑出来看热闹 不由地嫌弃道 知道了知道了 仅此一回 受不了虫虫的软磨硬泡 石宇把虫俭姿态的虫虫 召唤了出来 出来后 虫虫立刻兴奋地看了过来 这是要有新队友 入队了吗 还是还没孵化出来的小婴儿 刚才他在睡觉 什么都不知道 还是因为石宇受伤昏迷而惊醒 差点都强行进化来就石宇了 从十一 参宝宝那里得知 石宇没事后 才放心下来 硬 十一让重重别高兴得太早 一 参宝宝也让重重别高兴得太早 疑似高等霸主种族的火系队友 你确定加点之后 能打过他 参宝宝一脸忧愁 火系 还是高等霸主 烧死参宝宝吧 虫虫也是一惊 看向了魂肿 你们没开玩笑吧 作为虫子 他也是怕火的呀 三只宠兽中 哪怕石宇都不能保持很平稳的心态 因为石宇可以感受到 石宇对小剑林喜欢得不得了 石宇脑补了一下 然后表情逐渐凝重 这是石铁兽骑士 要持续上线的节奏 以后他怕不是要从主力输出 变成充电保抚住了 力量会全部被石宇吸走的 别吵 石宇看着掌心漂浮的魂肿 瞪了三只宠兽一眼 三只宠兽的担心 短期完全是没必要的 刚才他已经感受到了 剑林附体状态下 对于预寿师的负荷非常大 刚才的剑鸭对轰看起来强大 但其实 那时候的剑林 成长等级 才是超凡级的标准 这就离谱 这要剑林成长到统领级 石宇感觉自己 怕不是还没挥剑 就立刻被炸干 所以 作为一个正经预寿师 他一定要控制剑林的成长等级 并且不乱附体 石铁兽歧视 爱谁当谁当 反正他没兴趣 最好 剑林永远低于十一他们一个级别 这样一来 自己才能保证 某一天心血来潮后 不至于突然被炸干 就算石宇体质再强 餐宝宝再给力 石宇也很确信 自己目前的状态 绝对契约驾驭不了一只高等霸主种族 统领级的剑林 石宇从心起来 他再次闭目 进入冥想状态 尝试通过心灵与魂肿沟通 黑暗的视线中 寻找着那一缕火光 一秒 两秒 三秒 外界 三只宠兽 目不转睛地看着孵化掌心魂肿的石宇 大概数分钟后 石宇终于和魂肿 建立了一定的联系 与此同时 在石宇不断地努力下 弹珠大小的红色光球上 光芒变得更为耀眼起来 形态也在光芒下 慢慢发生改变 石宇等宠兽 依然目不转睛 看着形态逐渐改变的魂肿 凭住呼吸 不敢出声 怕打扰到石宇和魂肿 而此刻 石宇虽然闭着眼 但在黑暗的视线中 他也是可以感受到魂肿的变化的 但片刻后 石宇茫然地睁开眼睛 看向了眼前的小死灵 此时 石宇身前 已经没有什么魂肿了 取而代之 是身形虚幻 剑柄为深红色 剑身为红色的小剑铃 整体形态和木灰鹰的红雀差不多 但可能 是因为年纪小 还没有那么多纹身 果然是剑铃 但是 石宇看着眼前大小和水果刀 匕首一般大的剑铃 陷入了沉默 不是吧 剑铃也要从小慢慢长大的吗 咪 小剑铃漂浮于空中 切生生转了一圈 有点不知所措地 感知着周围的情况 为什么是咪 不过这不重要 石宇看着小剑铃 彻底确定了 新生的剑铃 就跟新生的婴儿一般 稚嫩地像张白指 另外 也和刚才自己拿的剑铃 有很大不同 它 显然有自主意识了 另外 可能是因为存在某种联系 石宇此时 虽然还没七月小剑铃 但是也能和感知十一它们一样 清晰地配合图鉴 感知到它的情况 名称 未知剑铃 未命名 属性 死灵 火 种族等级 成长等级 觉醒一级 种族技能 斩破 高阶死灵系技能 灵魂克星 可以发出灵魂斩击 对死灵类生物伤害翻倍 附体 高阶死灵系技能 光炎剑 高阶火系技能 交错之剑 超阶火系技能 扬炎 超阶火系技能 蕴含太阳力量的烈焰 灵解 超阶死灵系技能 拥有该技能的灵体 存在解放后的第二形态 第三形态 第四形态 能量值 500 感知着小剑铃反馈的信息 时宇一时间 呼吸有些沉重 这也太强了吧 才觉醒一级 战力怕不是都能 砍普通的超阶级宠兽了 时宇惊喜 欢喜地看着小剑铃 咪 而此时 小剑铃已经贴上了 时宇的胳膊 咪 小剑铃撒娇式地 和时宇交流起来 他想吃冰棒了 好热啊 第178章 起名费 嗯 坐在床上 时宇哭笑不得地 看着小剑铃 吃冰棒 小家伙 你是认真的吗 时宇还没听说过 一只火系宠兽 会生出吃冰棒的念头 你不科学啊 吃那种东西 真的没问题吗 不会闹肚子吗 好吧 剑铃没有这些 乱七八糟的问题 此时 小剑铃正贴着时宇的胳膊 因为是灵体的缘故 触感倒是和正常武器 有很大区别 如果火焰有实体 那么时宇感觉自己现在 就像是触碰到了一团 软乎乎的火焰一样 像水流一样 软乎乎 但却烫烫地 接出来接出去 导致不仅是小剑铃 他现在也有点想来个 冰激凌降降温 小剑铃恳求 石宇无奈 冰啊 那个没有 这个怎么样 石宇伸出手来 一颗冰系能量结晶出现 你 随着石宇拿出冰系能量结晶 小剑铃长吟一声 似乎很惊喜 瞬间不和石宇贴贴了 立刻跑去释放冷气的 冰系能量结晶那边贴贴 说是贴贴 不过一头黑线的石宇 感觉它更像是在磨刀 一把火系剑 拿冰块在磨刀 你想干嘛 是在练习 如何祸害冰系宠兽吗 刷 似乎觉得这样不够凉快 小剑铃剑身 一下子变得虚幻 穿过了能量结晶 将它包裹在了剑身内 咪 小剑铃满意地点了点头 此时 发现小剑铃是个问题儿童后 石宇 石衣 重重 餐宝宝 呆愣愣的 随后 重重看向了石宇 那个 那个不是留给他 变身冰龙 用的能量结晶吗 他感觉 能量结晶正在一点点融化 纯浪费 石宇转过头 有问题吗 重重 QAQ 没问题 你们开心就好 他怀疑石宇重灵轻虫 但算了 反正有更好的冰龙之虚了 能量结晶不要也罢 看来是完美继承了 慕辉音将军的特性啊 石宇看着包裹着能量结晶 欢呼雀跃飞行的小剑铃 笑了笑 好吗 石宇可以明显感受到 小剑铃不是怕热 而是有点讨厌高温 反而非常喜欢冰凉凉的东西 这不是跟冰龙大将军差不多了吗 他也是专门契约冰系重兽 来压制自己的火焰天赋的 嗯 眼下小剑铃开心就好 石宇观察起 和冰系能量结晶贴贴的小剑铃 不愧是霸主种族 石宇可以清晰感受到 小剑铃体内蕴含的庞大的力量 这股力量 此时哪怕被冰系能量结晶冷却了一点 也绝对不是任何剑系御兽师能适应的 这真的是觉醒级重兽吗 和觉醒级被人类一只手吊打的青棉虫相比 简直一个天一个地啊 种族等级对实力的加持果然大 现在 石宇估计要终极御兽师 才能正常御史觉醒级的小剑铃 而随着小剑铃成长等级越来越高 他的存在 无论是契约还是附体 战斗 都会给御兽师带来更大的压力 等他成长到超凡级 估计就得需求大师及御兽师 才能御史了 那到了统领 君王呢 不会要求传奇级的体质吧 小剑铃的使用条件 的确十分苛刻了点 如果御兽师没达到对应要求 就强行使用 估计被吸光 榨干 身心都会被燃烧殆尽 还好我体质远超同级御兽师 石宇庆幸 不然 估计他只能学习木灰英大将军 契约兵系宠兽 来压制剑铃力量了 不过 如果真的有一天 自己体质跟不上小剑铃的成长速度 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方法 石宇看着独自玩耍的小剑铃 再次搜索起他的种族技能 霸主种族的死灵 又一个消耗体能的大户 六个种族技能 三个高阶 三个超阶 石宇虽然感慨强大 但也有点头晕 真就没一个低阶技能 日后加起点来 有得累了 话虽如此 但小剑铃这些技能 倒是真的强 高阶死灵系技能 斩破 灵魂克星 死灵系二五载技能 小剑铃一看 就有成为死灵叛徒的资质 但的确是个好技能 不管是正常生命体 还是灵体 这招都能造成巨大杀伤力 防不胜防 毕竟很少有生物掌握防御灵魂的技能 高阶死灵系技能 附体 这个更不用说了 属于将自己的力量 叠加到其他生命体身上 同样是个神技 不过 附体也需要一定契合度 像小剑铃 基本不可能附体在餐宝宝 重重身上 据研究 玉兽师其实是最佳的附体对象 虽然玉兽师弱小 但是 人类体质包容性最强 如果双方有契约 更可进入一种特殊的共鸣状态 玉兽师和掌握附体技能的死灵契约后 是最能激发双方潜力的搭档 比附体更强的宠兽 发挥出来的力量还更强 比如 小剑铃直接附体十一 十一使用交错之剑 远不如剑铃附体十语 然后十一再把自己力量 传递给十语这样 三方一起使用剑剑的威力大 因此 许多通灵者 都拿回附体的死灵 当作保命技能 当然 也仅仅是保命技能了 附体人类后 消耗与负担也是真的大 这也是鱼术的龙魂宠兽 哪怕掌握附体 鱼术也不敢自己上阵 让龙魂去附体古龙的原因 相比合体预兽天赋 附体技能弊端 就是超强消耗 容易超负荷 高阶火系技能 光炎剑 这个技能 时宇用过 重规重矩的火炎系剑类技能 特点是 剑光极快 如同闪光般 可以一瞬间摧毁敌人 超阶火系技能 交错之剑 这个超阶技能 时宇感觉有点像 职业考核中 那个张千一的元素 协调天赋 又有点像餐宝宝的能量果 不过又有所不同 餐宝宝的能量果 虽然能蕴含两种力量 但是两种力量 性质契合度越高 发挥出来的威力越大 元素协调天赋 虽然能协调不同属性力量 但是也是一样 协调契合度高的元素 玉兽师比较轻松 协调相克的力量 玉兽师也会消耗巨大 但是交错之剑不一样 它是融合的两种力量 越契合 力量就越普通 融合的两种力量 越冲突 就威力越大 火界风势 这是很常见的元素组合剂 但在交错之剑这里 行不通 烽火组合起来 反而不如水火不容的 两股力量组合起来 威力更大 这应该是完美契合 木灰英大将军的技能了 毕竟他自身有着 无与伦比的火焰天赋 而宠兽则都是兵系 正好相克 不过这一招也有弊端 使用者自己 得承受交错的力量 带来的超强负荷 这点和十一的内敛锋芒 又比较像了 都是通过非常规手段 付出一些代价 换取无比暴力的力量 这也是木灰英 要先考验石羽的原因 如果石羽无法驾驭 同级剑灵的力量 那么就算石羽 直接获得了剑灵 对于石羽来说 剑灵最终也会成为 害了石羽的东西 就像他的体质 对自己造成的负担一样 扬言 这是蕴含太阳力量的 超阶火系技能 算是一火类技能的一种 威力极强 同样可以受到 太阳力量的增幅 同时 这一招 好像也是死灵系克星 对于死灵来说 他们最惧怕的就是太阳 小剑灵 这是在死灵系二五载的路上 越走越远 至于灵解 是让石羽最意外的技能 解放后的第二 第三 第四形态 会是什么样子 石羽很好奇 不过很可惜 小剑灵目前连石解 都做不到 入门级的灵解 只提供了一个效果 就是 可以让小剑灵 通过展燃敌人的灵魂 灭杀敌人 来提升这个技能的熟练度等级 这一招 需要不断地吞噬灵魂 提升技能等级 才能解放第二形态 第三形态 第四形态 算是一种提升技能等级的方法 很清晰的技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打怪升级 六个高等级种族技能 这也太费于寿施和参宝宝了 石羽心中再次感慨 不过这个灵解技能 倒是可以偷点懒 靠打怪就能升级 石羽喜欢这种粗暴的提升方法 古都别的没有 就是亡灵多 石羽已经有预感 教学一次超阶技能的消耗 能让他直接半废 对于这种提升熟练度方式 特别明确的技能 他是很欢喜的 七月小剑灵之前 还是别给他加点了 让他自然成长 石羽想了想后 做出决定 让小剑灵度过一个美好的童年 才是正道 完全不急着成长 石羽 重重 参宝宝等级高他 还能勉强撑住 小剑灵这边 体验过他的力量的石羽 感觉自己目前的状态 是真撑不住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也给小剑灵教学个治愈 恢复技能 再让他附体 自己的负担会不会轻点 这应该和七月兵戏重兽 压制火焰力量 有异曲同工之效 石羽摸了摸下巴 看向了小剑灵 对了 得给你起个名字才行 石羽对着小剑灵道 你 包裹着能量结晶的小剑灵 像是喝醉了一样 摇摇晃晃 转向石羽 就是名字啊 总不能一直叫你小剑灵吧 就像他们一样 先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石一 这个是重重 这个是参宝宝 你们以后要好好相处啊 石羽给小剑灵 介绍起对内三位大帝 哦 一 三位大帝观察刚出生的小剑灵 也很久了 小剑灵刚出生 几乎就清定了对内大姐头的位置 火系直接克制了金系 虫系 木系 这是什么人间疾苦 咪小剑灵晃了晃 对于谁是谁还不怎么清晰 他只知道 自己跟石羽 有着非常深的联系 石羽就是他的妈妈 石羽说什么就是什么 叫你小红怎么样 石羽道 小剑灵 他收回刚才那句话 小剑灵疯狂摇头 可能是保留了木灰英大将军的审美 他觉得这个名字训爆了 那小咪 咪 小剑灵求助 看向了石羽 虫虫 参宝宝 而此时 三只宠兽 却露出爱莫能助的表情 从他们的名字 你还没发现 自家御寿师 是什么起名水平吗 石羽的名字 就是四域基地的序号 虫虫干脆从种族名中 抽出个字叠词词 参宝宝干脆就直接叫种族名了 偶尔对外客穿下参天地 硬 一 石羽他们一脸遗憾 要不干脆我们教你十字 然后到时候 你自己取吧 咪 小剑灵陷入了沉思 也不是不行 石羽 第179章 学姐来了 由于感觉石羽 虫虫 参宝宝会影响自己 在小剑灵面前树立威严 石羽直接把他们喊了回去 这三个家伙 太不像话了 他们的名字不好听吗 气冷斗 明明很贴切 石羽把他们召唤回去后 重新看向了小剑灵 而此时 小剑灵则有点紧张了 生怕石羽 又给他安个小红 小咪的名字 石羽 算了 你先适应一下外剑 石羽符 咪小剑灵欢快地转身 目光 见光直指冰箱 与此同时 已经醒了吗 门外 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石羽听到熟悉的声音 立刻望了过去 学姐 来人穿着黑色T恤 与棕色短裤 外边披了一件白色研究服 修长的双腿 被黑丝包裹着 正是陆青衣 你怎么来了 石羽颇为意外 立刻下床起身迎接 你引发这么大的事情 局里能不来人吗 陆青衣无奈 她看向了刚刚钻入冰箱的 红色小剑灵 沉默后 问道 她就是木徽英将军力量 所化的英灵了吧 得到木徽英将军英灵 被你召唤出来的消息后 我直接就从冰原室赶来了 呃 石羽点了点头 等一下 我睡了多久 石羽看了一眼电子中的时间 然后 脸色一黑 卧槽 又一天 虽然没有了一点伤势 体能也逐渐补充到了巅峰状态 但是后续石羽 还是睡了好长时间 那没事了 石羽挠了挠脸颊 她前世没有这么是睡的 学姐 你过来是为了 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只是你得到木徽英英灵事关重大 过来看看 陆青一道 没想到 那只冰龙说的 竟然是真的 真的存在木徽英将军这么一号人物 这也算是非常机缘巧合了 陆青一感慨 石羽和木徽英 都算是冰原世人 石羽又破解了冰原众多遗迹 现在召唤出来木徽英将军的英灵 也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对了 冰河图腾的事情 处理得怎么样了 石羽问 还好 冰龙已经有了配合人类 彻底消灭冰河图腾的意向 如果让他得知你 获得了木徽英将军英灵的认可 我们双方的关系 应该能更进一步 不过 启动竞技武器事关重大 哪怕是十一局 也没有直接决定权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决策 陆青一道 是吗 你刚说 木徽英将军英灵影响重大 石羽问 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配合封锁消息就好 你获得木徽英将军 英灵认可的消息 已经被封锁了 当时所有在场的预售师 都已经签订了保密协议 你也暂时把他当作 普通剑林看待吧 以免遭遇不必要的麻烦 陆青一看向妾生生 从冰箱飞出 闪闪发光 似乎很兴奋的小剑林 很难想象 这时击退了无数图腾的 木徽英大将军的英灵 也退化得太可爱了 有那么严重吗 石羽伸出手 小剑林落到了他身上 石羽还想把木徽英大将军的 事迹公布呢 这怎么说 也是不俗的考古发现了 发现秘密不公布 无法分享自己得到满足的好奇心 这股不是考了个寂寞 当然 虽然国内相对安全 但你应该也不想 被那些和木徽英大将军 有着血海深仇的一族盯上吧 陆青一笑了笑 当时东皇古国成功灭杀的图腾 只是少部分 多数敌对图腾势力 依然活跃着 他们依然对人类领域虎视眈眈 如果知道 你掌握一位大将军的英灵 你可不会好过了 还是说 你想要失去自由 二十四小时 生活在保镖的监视下 时宇哑然 陆青一继续道 不过 我还是为你找了一位保镖 谁 你应该认识 你现在是古都大学的学子 你接下来也会在那里生活四年 你最好的保镖 自然是尹老师 陆青一微笑道 富婆猫 时宇愕然 陆青一古怪地看着时宇 这是什么称呼 可 可嗨嗨 宝石猫 时宇尴尴尬 激动了 对 陆青一没想太多 点头道 放心吧 古都室内 有它罩着你 不会出什么问题 时宇哭笑不得 就算没有这茶 那只保石猫 好像也说 以后要罩着它 毕竟目前 时宇好像是保石猫 最大的临时供应商 学姐你和它很熟吗 当然了 我在它生日时 送了一颗遗迹发现的 八级宝石 陆青一 然后尹老师带着我 通关了好几个遗迹 我们以前搭档过一段时间 是战友 时宇 那的确挺熟 如果有人送给它 价值十几亿的宝石 它立刻结拜都行 双方话题转来转去 又回到了 慕徽英将军身上 话说回来 陆青一问道 听说 冰龙大将军 是混血 嗯 我感觉和凤凤凰族有关 石宇道 陆青一一正 道 那岂不是和女帝一样了 石宇点头道 是啊 传闻 女帝就有凤凰血脉 她契约的九只宠兽 更全部都是凤凰族成员 火凤 兵皇等九只凤族 横跨九大属性 实力全部达到了图腾级 一时间也把女帝 推到了准神化御寿师的位置 女帝登基时 更是有群凤共舞 后世有考古学家认为 女帝可能是凤凰族扶持上去的人类帝王 得位不正 但怎么也不能否认 女帝在位时 是东皇王朝最安稳 最富饶的时期 当时东皇王朝实力之强 根本没有图腾一族敢侵犯 百姓安居乐业之下 也就没人在意 结束了图腾战乱的女帝 是什么出身了 况且 凤凰族自图腾时代以来 就一直亲近人类 属于善图腾 经常为人类带来祥瑞 相比较下 人类也就接受凤凰族了 不过 女帝究竟是统领了凤凰族 还是凤凰族扶持了女帝 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千古话题 学姐我记得 你探索过凤凰族相关遗迹吧 时宇问 你有什么看法吗 陆清一摇头 不确定 不过的确有凤凰族刻意培养人族 支持混血共生的说法 龙族 凤凰族 最早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 双方祖先都是最强大的一批神话生物 可惜 随着神话时代结束 凤凰族后代 混得完全没有龙族好 相比开枝散叶 龙系血脉遍布各个物种 靠着通过混血进化变强的龙族 凤凰族一直追求血脉纯正 但正因此 导致族群越来越小 凡族不如混血进化得快 最终 凤凰族也开始学习龙族 开枝散叶起来 所以有考古学家推测 人族就是凤凰族的一个目标 似乎 种种迹象表明 凤凰族这个计划 在女帝时期达到了巅峰 可惜没证据 另外 随着女帝建立的王朝 因为凤凰族内乱而崩塌 凤凰族再次消失在了人类视线中 这就让谜团更大了 女帝王朝时期 凤凰族阴河内乱 也是东皇考古界十大难题之一 如果你有兴趣 日后可以亲自调查看看 陆清一道 其实前段时间 你和我提植物宠兽时 我就在调查这件事 时宇抬起头 古都爱那片亡灵战场吗 我记得 是因为凤凰族 嗯 陆清一点头 那下面封印了一只图腾级的不死冥凤 疑似是凤凰族内乱的经历者 不过可惜 除了那道封印 我们人类目前没有有效战胜它的办法 所以也只能继续让它这样封印着 古都不是不想 让周围变得正常一点 可惜因为不死冥凤的存在 根本做不到 那里遍地都是瘟疫与诅咒 是不死者的乐园 不解决不死冥凤这个关键因素 只能放任不管 正因为那只不死冥凤的存在 古都才会演变成现在的亡灵之都 盛产死灵系宠兽 还是等我传奇之后再说吧 食语苦笑 这个可不比冰龙乃至冰河图腾 像冰系的冰河图腾 就属于力量虽强 但能力比较常规的超凡生物 人类靠着火焰剂的禁忌武器可以消灭 但是 如果是不死冥凤这样的死灵 暗双系的顶级图腾级生物 还有凤族血脉 谁也没有把握完全消灭 不过亡灵战场是个好地方 食语看着小剑铃道 那里死灵比较多或许非常适合他成长 他需要靠着燃烧其他灵魂 才能解放其他形态 食语有点好奇小剑铃其他形态是什么样子 其实 更多是因为 他听说那里有许多古遗迹 那里应该不危险吧 怎么可能不危险 陆清一无语道 比冰龙雪山还危险 不过如果你带着尹老师一起去旅游 倒也没什么危险 懂了懂了 食语点头 抱大腿嘛 他擅长 可惜富婆猫的大腿还不够大 不然 直接让小剑铃斩了不死鸣缝 估计他的灵解 熟练度 直接能到完美级以上 第180章 赤童 陆清一来了后 食语顿时不困了 食语和他聊了许多 关于凤凰族的事情 对于这个种族 陆清一还是研究颇深的 毕竟他的清灵蜂鸟 就是在一次遗迹考古中 获得的凤凰血脉 咪 然而 两人聊着聊着 却险些忽略了 这次两人碰面的真正主角 小剑铃一脸茫然地 听着两人聊起来了 东皇上下几千年 头都大了 小剑铃 无误 为了吸引两人注意力 小剑铃在剑身凝聚火焰 用火焰形成哭泣的表情 火之不高兴 咪 呃 食语看向了小剑铃 饿了吗 食语发现 小剑铃真的天赋一顶 这才诞生多久啊 就会用火焰之力 做表情包了 不仅比重重实力强 还比重重聪聪明 咪咪 小剑铃疯狂点头 他扔掉冰系能量结晶 这个东西虽然带着挺舒服 但带久了 感觉有点饿 好 食语也理解 毕竟小剑铃才刚诞生 又是霸主种族 正是需要补充大量营养的时候 呃 水果吃嘛 食语陷入了沉思 小剑铃掌握羊盐 如果餐宝宝通过吸收光能制造营养果 理论上来说 好像够呛 太阳光和羊盐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咪 小剑铃落到食语手上 那是什么 你还是给他灵魂晶食吧 陆清一先帮小剑铃 拒绝了这个食物 给死灵吃水果 像话吗 就算真的有营养 和给青年虫吃稀有金属 有什么区别 根本吸收不了多少 对于觉醒七死灵类 生物来说 灵魂晶食是最完美的食物 甚至火焰系 都可以先延迟培育 等它超繁极后再开发 也对 不过我这边没准备 学姐你有吗 食语道 我没有死灵类宠兽 去和徐大师要吧 玉兽兵团这边 肯定有库存 或者 要不要我带你去亲自收敛 正好想看看它的能力 陆学姐感兴趣地 看着小剑铃 去城墙外吗 食鱼眼前一亮 嗯 陆清一点头 灵魂晶食和火系能量结晶 雷系能量结晶 水系能量结晶一样 都是纯粹的能量结晶体 只不过 像火 雷 水这样的自然元素能量结晶 都是以矿脉形式 在自然界诞生 或者是由同领级以上生物凝聚制造的 而灵魂晶食 诞生方式有所不同 它只出现在死灵类生命体体内 算是对方的核心 所以 死灵系生物之间 也是竞争厮杀最严重的 几乎大部分种族之间 都能形成食物链 亡灵战场号称有千万死灵 玉兽兵团驻扎在附近 定时会去扫荡 灵魂结晶这种资源不可能少 就算玉兽师自己去狩猎 只要有实力 灵魂晶食也能像剪石头一样获得 你刚才不是说 这只小剑灵掌握灵解技能吗 对 灵界从入门熟练度 到达熟练级的要求 要吞噬一万只超凡级死灵 外加一只统领级死灵 获取灵魂晶食的过程 也能提升它的灵解技能 算是一举两得 以后你可以多来亡灵战场历练 陆剑一刀 既能提升技能熟练度 又获得了大量储备食物 那我们去看看 食鱼也心动了 主要是有陆雪姐带着 就算去亡灵战场 应该也很安全 另外 陆清一说的没错 灵解技能的晋升条件 就是这样 解放第二形态 需要吞噬一万只超凡级死灵 外加一只统领级死灵 解放第三形态 需要吞噬一千只统领级死灵 外加一只君王级死灵 解放第四形态 需要吞噬一百只君王级死灵 外加一只霸主级死灵 分别对应了熟练 精通 完美 三个熟练度 灵解技能并非是小剑灵专属 除了它外 还是存在一些 掌握灵解技能的死灵的 这种死灵有个统一的特点 就是 自身种族太强了 力量太强了 需要把部分力量封印起来 逐一解放 不然过强的力量 反而会干扰成长 导致力量暴走 这个技能 目前只存在完美及熟练度记录 更高的第五形态 还没听说过 应该没有宠兽达到过 按照之前的条件 有人推断 恐怕需要吞噬十只霸主死灵 外加一只图腾及死灵 前者还好 图腾及死灵 想灭杀太难了 这个难度 根本不是正常情况下能达成的 走吧 陆清一笑了下 我们走 石雨拽来小剑灵 道 带你去吃大餐 因为是灵体 小剑灵的身躯质感 并不像真正的剑 它的身躯甚至可以弯曲 做出各种弧度 石雨也能像捏脸蛋一样 把它的剑身像 像皮泥一样拉长 这就很可爱 不然如果是精细的剑 石雨互动时 还真怕把自己手给剁掉 咪 陆博士 石雨 石雨他们出来的时候 外边有教官 导师看到他们后 立刻一惊 石雨醒了呀 石雨你情况怎么样了 李主任关心问 还有 你们这是 李主任和主任 徐教官一直在外边待着 此时看到陆清一 把石雨带了出来 并且看样子 是要离开这里的样子 不由地询问起来 没有什么大碍了 石雨道 谢谢各位关心 三位顶级大师 也听医生和一参说 石雨没有事情了 但是没有事情 还睡了一天 很难不让他们多想啊 我带他们去亡灵 战场边缘散散步 等会儿就回来 陆清一道 石雨点头 从石雨口袋 钻出来的小剑灵 也冒了个头 浑肿孵化了 果然是剑灵 三人恶然 然后苦头苦脸 什么 去亡灵战场 上级可是下了命令 不能让石雨出事 这个关节眼上还带石雨去亡灵战场折腾 还散步 没问题吗 没事的 陆清一确信道 好 好吧 徐教官为难 谁让陆清一的话语权更大呢 而且 陆清一的实力 也比他们三个更强 顶级大师 陆清一如今是东皇谷国内 为数不多三十岁之下 接近传奇级的大师及玉兽师 另外 虽然都同为顶级大师 实力也是有一些差距的 毕竟抗衡霸主级生物这个门槛 太广泛了 抗衡同龄种族 霸主级也是抗衡 抗衡君王种族 霸主级也是抗衡 在霸主手下 苦苦坚持几分钟 也是抗衡 打得有来有回也是抗衡 众多宠兽 都有准神血脉的陆清一 明显是其中战力顶尖那一批 片刻后 古都岸 阴云营绕 天昏地暗的平原战场上空 一道温和的星光浮现 一直有着天蓝色身躯 美丽的蓝色羽毛 色泽亮丽 体态轻盈的巨鸟的身姿 缓缓浮现 它羽翼轻如小天 泛着柔和的光芒 包裹着上面的两道身影 驱散了全部阴气 不久 清凌蜂鸟缓缓缓落下 陆清一 石雨 共同从它身上下来 因为平原战场 充斥大量瘟疫与诅咒 为了方便 陆清一索性 让石雨和它共成一只宠兽了 石雨应该没有在这种地方的历练经验 不过多次来这里考古的陆清一 它的清凌蜂鸟也好 拥有阵邪师血脉的蜂模式也好 都有掌握驱散瘟疫与诅咒的能力 扑 下回后 站在黑色的大地上 看着满地的骸骨与鬼火 石雨闭起 这什么破地方啊 习惯就好了 陆清一看向石雨 淡淡一笑 好 石雨艰难回应 问题是 很难习惯 石雨也算胆大了 还在墓穴旁睡过觉 不过这里的环境 真的很压抑 除了视觉上带来的压抑 还有各种负面能量 对精神 心灵产生的压抑 咪 石雨是压抑了 但是此时小剑灵 却振奋地飞了起来 他全身燃烧起火焰 完全燃起来了 战役频频提升 这里的氛围 在他看来 很适合大战一场 虽然看起来怯生生的 但是胆子似乎很大 陆清一看到小剑灵这样 不由地露出笑意 毕竟是木灰英大将军的英灵 那位完全是在战争中崛起的 光是霸主就斩了几十个 负灭的君王更是数不胜数 石雨觉得 既然小剑灵继承了木灰英 喜欢和兵贴贴的特点 估计战斗意志 也继承了一些 滴滴滴 两人降落的位置不错 附近死灵系生物很多 刚才因为清灵蜂鸟的气息 许多死灵立刻装死 隐藏起来 但是随着清灵蜂鸟落下 收起气息 马上又有不少亡灵蠢蠢欲动 石雨和陆清一都有图鉴 两人的图鉴能量显示下 他们很快锁定了 距离此地300米左右的一个骷髅堆 骷髅堆中 哗啦啦声后 一只燃烧着鬼火 长着五官 面容可怖 整体就像一只红彤彤的 大灯笼的死灵漂浮起来 名称 灯笼怪 属性 死灵 种族等级 中等超凡 成长等级 超凡级 种族技能 鬼火 介绍 原是幸福 光明 活力 圆满与富贵的象征 因为战争而黑化为死灵 能量值 555 是灯笼怪 陆清一开口 转头看向石雨和小剑灵 道 看你们的咯 此时 石雨也看向了小剑灵 不过还不等他命令 小剑灵立刻化为一道红光 在灯笼怪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一击将它从中间贯穿一个窟窿 轰的一声 灯笼怪立刻爆炸 内部涌现出火光 鬼火直接弥漫 随后 又有一股更强烈 更炽热 更耀眼的火焰 覆盖了鬼火 一瞬将它吞噬 爆炸中 一块残破的灵魂晶石坠下 与此同时 一道火光从灯笼怪身上 飞向灌穿过的小剑灵身边 融入了小剑灵的身体中 这一刻 小剑灵的气息 壮大了一丝丝丝丝 并且欢呼雀跃地叫了起来 你 叫完 他又看向了灯笼怪爆的灵魂晶石 他没有急着去拿 而是妖公一样看着石雨 希望可以得到石雨夸奖 做得不错 不过下次不要这样贸然攻击 万一对手很强怎么办 石雨一愣后 对着小剑灵道 记得听我指令 我让你攻击再攻击 当然 如果是面对危险 你可以自行反击 小剑灵刚出生 才觉醒一击 而灯笼怪 却是超凡击 足足高了 他一个大级别 小剑灵上去就是忙 让石雨十分汗颜 你 也不知道 小剑灵听懂没听懂 而旁边 陆清一则是微微点头 道 高阶技能斩破 一击秒杀灯笼怪 刚才那个就是灵解吧 能把斩杀的灯笼怪燃烧后 分解成特殊灵力 提升起技能熟练度 就是有点费灵魂金石 他又看向了掉落的灵魂金石 原本应该一块 好好的灵魂金石 现在看上去残破不堪 卖是卖不出好价钱了 只能小剑灵自己解决了 不同于其他能量结晶 想弄一块品质好的灵魂结晶 并不容易 很考验玉兽师 狩猎死灵的手法 已经很不错了 石羽前去捡起灵魂金石 小剑灵也飞了过来 三下五除二 就把灵魂金石也燃烧殆尽 吞噬了他的灵魂力量 咪 小剑灵满足地贴了贴石羽 不过 还是感觉呃 他又看向周围 别急 这里就死灵多 石羽笑道 学姐 小剑灵的种族等级 评判为高等霸主 应该没问题吧 嗯 三个高阶技能 三个超阶技能 再加上这个媲美超反击的能量值 以及刚才的攻击 毫无疑问高等霸主种族 陆青一给了极高的评价 一般来说 拥有两个超阶种族技能 低等霸主种族保底 三个超阶 中等霸主种族保底 四个超阶种族技能 才是高等霸主种族 但这是忽略宠兽其他素质 单看技能的评判标准 小剑灵虽然只有三个超阶种族技能 但是这个离谱的能量值 足以让他称得上高等霸主种族 厉害 石羽看向小剑灵 这时 陆青一又思索到 说不定 不止如此 灵解技能很特殊 不能当作一般的超阶技能看待 什么意思 因为提升灵解熟练度的方法 相对清晰 成长等级分为七个阶段 霸主级之后 是图腾级 当然 这个级别叫法很多 有人喜欢叫图腾 有人喜欢把亲近人类的图腾 叫守护神 也有人喜欢 把这个等级 称之为准神话级 意思是说 这是接近神话领域的一个级别 你知道 霸主级生物 晋升图腾级的要求吗 露青一问向石羽 而石羽 则是摇了摇头 晋升图腾级的方法 其实有很多 其中 一个方法 就是在自身成长等级 达到霸主级的标准后 把超阶种族技能 锻炼到出神入化级 这时候 超阶种族技能 会再次带动宠兽的成长 让其晋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也就是我们说的图腾级 你可以理解为 绝大多数图腾级生物 都掌握一个出神入化级的 超阶技能 木灰英将军的英灵 掌握灵解技能 灵解技能 又是提升熟练度方式 最明确的技能 只要资源足够 说它有图腾潜力 也就是准神化种族也不为过 毕竟很少有宠兽的 晋升之路这么清晰 你 可把小剑灵牛坏了 晋升图腾级标准 是超阶种族技能 达到出神入化级 食语了 嗯 露青一点头 倒 不过图腾之间 也是有区别的 像只把一种超阶能力 锻炼到出神入化级的图腾 而有的图腾已经把两种 三种 甚至四种超阶能力 提升到了那个级别 它们又有了新的别称 就像这片亡灵战场下的 不死鸣凤 便是一尊顶级图腾 在它的力量影响下 即使是当时一个 象征幸福的普通红灯笼 都能死灵化 跑题了 所以 只要成长顺利 你的小剑灵 说不定也有希望晋升图腾级 露青一道 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我明白了 食语点了点头 陆学姐的意思 就是让他们稳一点发育呗 别了 那 我们继续带着它狩猎吧 露青一道 不过 忽然 他想到了什么 一脸饶有兴趣地 看着食语和小剑灵 露出若有若无的笑意 对了 我好像还听说 剑灵附体你后 你会变成红发赤童 听李主任说 还很秀气 不对 是神器 变身给我看看怎么样 如果好看的话 我也考虑 契约一只灰附体的死灵好了 食语 合着你契约死灵的目的 就是想秒速染发 和戴美瞳便好看 等一下 食语道 学姐你刚才说 红发赤童 露青一愣 点了点头 怎么了吗 食语看向了小剑灵 道 笑一个 小剑灵茫然 不过还是按食语的要求 用火焰在剑身上 凝聚成笑脸 火红火红 却表现得水汪汪的大眼睛 非常惹人恋爱 有了 就叫你赤童吧 附体之后 你的力量会让我变成红发赤童 算是我们共同的象征了 怎么样 食语问向小剑灵 咪 小剑灵一正 信息点了点头 好啊好啊 总比小红 小咪强